大家好 我是本期新闻众曹官谢燕冰 不知道你们在景区内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场景 女厕所前总是排起长龙 而男厕所却常常是门可罗雀 每到十一黄金周这样人潮涌动的大场面 许多景区啊 商场啊 甚至会上演女性占领男厕所的情形 可以说假期出游如厕男的问题 让很多女性是苦不堪言 近日国家再出招 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21至2030年更是进一步提出 推动将男女侧位比例规范化建设和达标率 纳入文明城市 文明社区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校园的评选标准 这也意味着合理的男女侧位比例 或将与城市 社区 校园等的平优直接挂钩 实际上 国家一直在致力缓解男女侧位数量倒挂的问题 早在2016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发布了相关标准 要求在人流集中的场所 女侧位与男侧位的比例不应小于2比1 天下大事 必作于戏 小厕所却反映着大文明 正如世界厕所组织发起人杰克·西姆曾说的 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最好去看它的公厕 厕所是城市文明的最后角落 是反映城市治理水平的神经末梢 将女侧位建设纳入文明评选标准 凸显了城市治理水平的精细化和人性化 重视厕所文明 推动城市文明底线不断上升 这可不是小事 而国家持续关注女性如厕男问题 解女性如厕燃眉之急 让女性方便更方便 力求让男性和女性都有更合乎需求的如厕公平权 这也反映着对女性更多的尊重和关爱 在公共服务政策中加入性别视角 更是提高和改善女性权益 关怀和重视女性 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体现 这也有利于推动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养成 可谓是女侧位建设的一小步 却是性别平等的一大步 这也有点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